另外再带你来看到的是 花莲卓西乡布农族人 迁居到平地八十多年 而布农族新建石板屋的记忆 与知识也面临失传 那么为了要附赠这个石板屋的记忆 2017年决定修复 嘉兴旧部落的移动石板屋 而终于是在2018年底完成 那么今年花莲县文化处 是计划在石板屋旁 再修复一座附属建筑 不过修复所需要的石板木材 都需要靠人力走4.5公里 一片一片的背上山 那么族人表示虽然相当吃重 但是很荣幸能够参与修复工作 一片片石板背在履架上 缓慢的脚步看得出来石板非常的重 这是卓西乡当地布农族人 再次把嘉兴旧部落的第二栋 附属家屋石板屋的石板搬上山 这次总共有4公吨要背 还有一家4口都来背石板 一起来参与布农族的大事件 弟弟你背几公斤 18 不问重 修复所需的石板跟木材 都要靠人力走4.5公里 一片片背上山 这当中还出现女生 中笔部落的达娜说 虽然过程很累也很重 但是能够参与真的很荣幸 还蛮特别的 因为这样一路上走来 其实也想蛮多的 因为石板它是建立家屋的基础 然后就觉得自己参与到这个 被石板的工作与有容 就是觉得这个文化跟历史感觉 有被加入 为了附赠石板屋的记忆 找回布农族在地的历史 2017年华林仙文化局与布农族人 决定修复加新旧部落的一栋石板屋 终于2018年底 一栋石板屋的修复 让失落的记忆重新被唤起 今年华林仙文化局计划在石板屋旁 再修复一座部署建筑 然后这个石板也慢慢下来了 从山下搬上来 它今天会放在这个工僚里面 那进度主要是希望 让附属的进度很改善 附属其实是最困难的地方 包括这个局务 还有这个限定制裁的部分很困难 加新旧部落第二栋石板屋工程 从今年二月份就已经陆续开始工作 建筑设计师林鸿毅 虽然是非原住民族人 但是对原住民族的石板屋 有深刻的研究跟热情 他访问曾经住在加新旧社的奇老 搜集日志时期的照片 建构出布农族家务的原貌 这一次与当地卓西乡的布农族人 共同合作 目的就是希望重现早年 布农族在山上生活的地景 整个计划预计在八月底完工 但是目前因为气候材料等等因素 有可能会延误 记者高商商卓西乡 采访报道